陈情味觉,不忘一百八十九藏书阁探查蛛丝马迹,行追往事真相,饭后,蓝几人回他的屋子,拿了一个木匣子出来,打开后拿出了一串钥匙给蓝旺基,旺基,这是古籍藏书室的钥匙,和里面各个秘鬼的钥匙,你们拿去,谢谢叔父。 蓝旺基双手接过钥匙,跟魏无羡一起去楼上藏书阁,望线两人一打开藏书阁的门,就直接往古籍藏书室走去,拿把同志的钥匙支灯一响,推开门,一阵农妇的招募位扑面而来,蓝旺基打开了灯,只见幽静的藏书室里,停放着一个又一个的招募箱子,每个箱子都闪着暗红色的光。 蓝旺基找了一块抹布,轻轻的一个一个试擦,像是爱抚着一个个的亲人,更是向仙人的智慧致敬。 随后,蓝旺基打开了一个箱子,只见里面整整齐齐收藏着一打打的古籍,纸质都已发黄发脆。 蓝湛,这藏书阁的藏书还真是多啊。 是,不知传了几代了,蓝旺基递给魏无羡一双手套,自己也戴上一双。 和魏无羡搬出了一打书,坐到书桌边细细检阅起来,不一会儿,魏无羡叫了起来。 蓝湛,你看,这是什么?字不像字,话不像话的。 蓝旺基小心的结果来看,是古琴谱。 古琴谱,那是什么曲子? 蓝旺基一页一页轻轻的翻阅,研究了一会儿说,是古日本的一首杂曲,叫乱破抄。 乱破抄,那是什么东西? 蓝旺基眉头皱了一皱说,不祥之物,能扰人心神。 还有这种东西,音乐不就是表达喜怒哀乐的吗? 还有扰人心神的,那也太恐怖了吧。 所以说是不祥之物。 这日本人真是有病,写这种曲子。 不看了不看了,这个收起来,我们看别的。 魏无心又去翻另外的古籍,又有了新发现。 蓝旺,你看,这也是曲谱吧? 都是古字,我都看不懂。 蓝旺基接过来,反复地看了又看,好一会儿说,是喜华和清新音。 哇,蓝旺,蓝家是音乐史家啊? 这都有。 我手头的这一本是问灵。 问灵,什么意思? 就是能问到王灵的意思。 音乐,问。 王灵,魏无心惊讶道,下巴都快要掉下来了。 对,音乐是直达灵魂的东西。 音乐问灵,从理论上是可以的。 但就不知道这首问灵是否真的能问到。 也是,但是,即便能问,能演奏的话,我们该试问谁的灵。 蓝旺基陷入了深思,是啊,这曲子他学会了该问谁的灵。 这曲普留着肯定是有深意。 这么针而重而藏在古籍的箱子里,肯定不同形长。 这个不是现在需要解决的问题。 两人继续寻找别的线索。 魏无羡这个法国人对于古文字是半窍不通的。 但他的直觉非常的灵光。 当他又拿出一本书递给蓝旺基的时候, 他委屈地说,蓝院长,你得教我识字。 在这里,我发现自己是个文盲。 蓝旺基拿来看了一下,轻轻念了出来蓝诗。 云深不知处重光记,云深不知处重光。 重光,那意思是不是云深不知处曾被破坏过? 对,蓝旺基细细研读了起来。 魏无羡没能帮上什么忙,自顾去寻找别的东西。 魏无羡这边翻翻,那边找到,忽然他在一个书香的角落里,发现一个细长的盒子。 他拿起来颠了颠沉甸甸的,有点分量。 他拿过来给蓝旺基看。 蓝湛,你看这个是什么。 蓝旺基拿了过来,翻过来倒过去看了几遍不知道是什么。 而那小盒子的闭合之处,好像有文字的痕迹,似是封印。 还有个锁非常的小,年代久远,都锈住了。 蓝旺基不敢乱动跟魏无羡说,先放着,这不是现在要找的东西。 不要乱动,不可随便开,别弄坏了。 嗯,魏英这本书记载,云深不知处曾被温室所焚,后来重建。 温室,又是温室,看来,我们蓝家也是跟温家永远。 书里面记载云深不知处曾被温室焚毁,后来复建,就是现在的云深不知处国学院。 沧海桑田,现在的是遗址重建,当然不会是那个云深不知处。 蓝旺基指着书的封地一行小小的字说,你看,魏无羡凑过去一看,除了知道世子之后,其余的都不知道是什么。 蓝旺,写的是什么?我看不懂,万象朝日月,久久归一瞬,星辰倒流转。 岁月有旧痕,神光在我手,任我扭乾坤。 蓝旺基一个字一个字指着念给魏无羡听,是口诀,香炉的口诀,不知道,等回去试试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